自古怕人不怕鬼,从来说鬼是说人,你可来了 新年好,新年好,给大家拜年了 新春佳节啊,估计不少人都因为疫情的影响,不得不宅在家里 不出门呢,也挺好的,少扎堆,少聚集 一,不给防疫添乱,二呢,不用操心上门送礼去 三,从源头上掐断了小偷和骗子下手的机会 一举三得呀 说起这偷和骗,作为偏门,自古以来在江湖上都不乏一席之地 神偷大盗骗术高手啊,更是层出不穷 流传下来很多传奇故事 这些故事不光听起来有意思 细细琢磨,还能发现不少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社会现象 本期咱们就来讲一个专为京城富商量身定制的 大骗局 这事发生在清朝的北京城 皇帝住的地儿那错得了吗 繁华所在,商谷云集 大小买卖十分热闹啊 其中有一家叫张广浩的大铺呢 专营人参生意 老话有云,七两为身,八两为宝 九两望上那是价值连城啊 别看卖的是药材,比直接倒腾金云珠宝可一点都不差 话说这一天快中午 小伙计撤去顶门棍,正在店前撒水扫地 怎么这么晚才开门啊 做生意得分干什么 开油盐店呢,恨不得天不亮就开张 一天进进出出够几千人 晚上一算账,可能就挣十块钱 人参铺子没那么早开的,平时呢,也少有散客光顾 但凡登门,要么是常年合作的药商,要么就是有钱的主部 这生意讲究一个,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这边伙计正食道呢 忽然耳边像马蹄声音 来人是个少年 到跟前,手雷江绳翻身下马 瞪眼就往店里走 伙计心里不老高兴的 这刚扫干净,你一来又弄得暴徒扬尘 我白忙活了 可刚准备开骂,一抬眼皮 脸上瞬间乐开乐花了 怎么的呢 只见那少年白净脸,身上收拾的紧衬利索 看样貌,不是小门小户出来的 最关键,还背这个沉甸甸的包袱 火劲眼多尖呀 立刻就看出来这里面必是黄白之物 急忙丢下扫帚,满脸对笑 哟,少爷来了 今儿个闲在,照顾我们生意呀 这位说了,他俩认识吗 嗨,开门生意,谁来都得那么说 这呀,就是套近乎的话术 把你捧舒服了,等进了店呀,好花钱呀 少年呢,也不管他 静止走进店中 伸手从包袱里掏出一百两银子 放在柜上 掌柜的,拿身来看看 掌柜的见他出手有料啊 自然不会怠慢 吩咐伙计 去,洗好茶,洗四样水果 把新到的上等货拿来,请少爷搂搂 客气归客气 毕竟生意厂商摸爬滚打,见过大钱 掌柜的不会亲自忙活 只让了坐,陪在旁边闲聊 不多时,一颗一颗的野山身就摆了上来 少爷,您看看吧 都是正经辽东野山货 哎,您别叫我什么少爷 我就是替本家老爷办事的 啊,尊管 敢问是哪家府上啊 少年也不搭茬 挨个看过来,直扎不嘴 哎呀,这就不好办呢 怎么,看不上眼 这可是小店最好的货了 慢说这条街 您可这京城扫庭去 除了公里 要是有比这更好的 我白送您 哎,掌柜的 说笑了 不是这货的事 跟您交个底吧 我家老爷 哪都好 就是啊,事多 脾气大 这不 最近身体不爽啊 需要上等野山人参入药 我呢 办事还算老靠 便被派出来买人参 可说实在的呀 我对药材这块是真不懂啊 万一挑的不衬心 回去免不了一顿责骂 哎,这样吧 咱商量商量啊 可否把这一百两银子 存在柜上当定钱 您呢 派个人 多带些上等货 跟我一块去见下家主 好与不好 任他自己挑来 价钱呢 好商量 断不会让您吃亏 我嘞 也少担些责任 您看 嗯 这个 店家盘算了会儿 到底拒绝不了那白花花的银子呀 便点头答应 把定钱收入柜中 挑了个效力多年的老伙计 将人身打包装好 临走前还特意嘱咐到 哎 这些深可看住了啊 千万别让外人经手 哎 赵贵的 您放心 好 去吧 快去快回 老伙计装好人身 跟着少年往外走 走来走去 这路是越来越宽 转眼 可就进了 东华门 书中暗表啊 这东华门可不一般 数九路七十二个 传统风水学认为啊 单数为阳 双数为阴 九九乃至阳之数 南北西翻门皆如是 可偏偏这东华门是个阴数 因此民间又称之为 鬼门 当然 不管名头好听不好听啊 能住这门里的那绝不是等闲之辈 非皇亲国戚内阁大员不可 老伙计见少年带着路 旁若无人的进了东华门 心里不由秃秃直跳 好家伙 这下掌柜的可超着了 甭管要不要这批货呀 都算攀上了个大主顾 何愁不发达呀 说话间 二人来自在一座好大的府地前 少年引着他进门上楼 等下见了主人 问啥说啥别多话啊 记住了吗 上得楼来 只见楼上已经有人了 那人身穿上好的雕球 头上竟是三品大员的蓝顶子 此人浓眉大眼 海下三柳常然 只不过脸色不大好 这会儿鞋靠在床榻上 显得病殃殃的 见少年带人回来 便盯着老伙计问道 你太的果然是辽东产上等野山绅吗 老伙计有些未官 忙点头答应 把身包奉上 少年接过来 送到主人面前请他查看 只见他没打开一包 就长短好坏评论一番 说的呢 都是内行话 还真是个实货的行家 这边正看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车马声音 接着便听见有人闯进门来 大声喊道 你们家老爷的 我找你们家老爷 主人一听这话 脸色骤变 适宜那少年下楼 去 就说我病了 不能会客 接着压低声音 对老伙计说 这伙是来问我借钱的 已经纠缠本老爷好几回了 绝不能让他上楼来 他要是这会儿上来 看见我有钱跟你买人参 到那时 可就不能再说没钱借他 说话间 又听见楼下喊道 少糊弄我 你家主人就是装病 这会儿肯定左拥有抱 跟小娘子说悄悄话呢 滚滚滚滚开 你不让我上楼 我偏要上 倒要看看他在干啥 少年得了令 哪能轻易让他闯上来 耳听的两边争吵不休 主人更慌了 又压低声音 对老伙计说 快把人身藏起来 千万别被这货看见 老伙计也紧张了 这一大堆往哪藏了 我床边有口竹箱子 快放进去 来 这是箱子锁的钥匙 拿好了 你坐在箱子上守着 我呢 下去露个脸 尽量拦着不让他上来 咱们见机行事 说完 转身晃晃悠悠 下了楼 老伙计不敢乱跑啊 只好手攥着钥匙 坐在箱子上等着 这家主人下去后 跟来人客套寒暄了一番 接着半开玩笑的互骂了一阵 只听到客人又说 少废话 上面是不是藏着美女呢 别摇头啊 我瞅你就不对劲 不行 我必须上去看看 接着 咚咚咚咚咚咚 脚步声音直奔楼上而来 老伙计生怕他上来抢人身 恨不得整个人都长在箱子上 好在主人拦得及时 那人走到一半便再次被拦住 这下 他可真恼火了 骂道 你不就是防着我借钱吗 楼上是不是藏着银子怕我看见 我以为咱们的交情够可以的了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薄情寡义 连点钱都不舍得借我 也罢 我这就走 咱们一拍两散 以后谁再来 谁就是孙子 主人一听 终于啃走了 嘴上急忙到前安抚 顺势送客出门 那少年也跟着去送客了 说话声脚步声 可就慢慢远了 行吧 等送完客回来再说买人身的事啊 老伙计放松下来也不急了 坐在箱子上等着 可左等右等 楼下始终没有动静 时间一长 可觉出不对来了 呦 坏了 他急忙忙翻身下来 拧开童锁掀开箱子 那箱子里的人身 竟不翼而飞了 这位问了 老伙计眼睁看着人身放进去的 手拿钥匙一直坐在箱子上 半步都没离开过 这期间呢 根本没人靠近 那这人身是怎么没的呢 难道那几人 会什么法术不成吗 嗨 没那么神秘啊 其实这箱子的底儿是活动的 底板跟下面的楼板是一块儿 刚才那伙人吵吵闹闹闹 其实是在转移老伙计的注意力 趁着动静大呀 偷偷从楼下打开箱子底板 把人身一包一包偷了个干净 老伙计傻坐在那儿 满心防着别人上楼 殊不知屁股底下 早就漏风了 要是单纯听故事呢 到这儿啊 就可以了 但说实在了 这场骗局里最有意思的地方 绝不是手段有多高明 而在于其中几处 让人容易多想的疑点 首先 京城之内关系往盘根错节呀 敢对有名有号的富商下手 这胆子也忒大点了吧 除非他们有恃无恐 第二 骗子为了钓鱼 出手便是一百两银子 这耳吓得有些重了吧 就说本大力也大 那这三品官的顶带 哪是随便能搞来的呢 冒充朝廷命官可是重罪 他们就不怕杀头吗 除非啊 这顶带 是真的 第三 那火板机关绝非临时为之 坐局的地方显然早就选好了 紫禁城内 怎容得下一伙骗子 盘踞经营来去自如呢 除非 有人给他们开绿灯 结合以上疑点来看 这帮所谓骗子的身份背景 可真的有些耐人寻味了 咱们不妨开个脑洞啊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能被大众听到 并且拿在桌面上闲聊的消息 往往是故意放出来 混淆视听 掩人耳目的 骗人身 骗人身 是人骗了身 还是身骗了人呢 这场骗局之下 是否还隐藏着一场 通过贵重物品来洗钱的 更大骗局呢 正所谓 皇城之内 接国亲 骗得人身 万两斤 都说富商上了当 莫须脱鸣 尽孝心 好了 这就是子不语 骗人身的故事 我是猫猪 更多智怪奇闻 咱们下期 接着谈